154 明報 政府排期二年家長月花五千字字閉紙 2015年7月27日港民A10 政府將跟進公屋原水事件的血源超標兒童的發展遲緩問題 但政府就發展遲緩的跟進工作需要較長輪候時間 有男同於兩歲半時初步評估為止閉症 轉介至政府接受治療要排期兩年 其母決定每月花約五千元 安排兒子到私人機構接受治療 去年中獲安排到政府合作的機構接受治療 每月收費六十元 患自閉症男同行行現時五歲半 母親黎女士擔心 政府排期時間常會令兒童錯失治療黃金時間 並表示 據他理解 政府相關服務一般限於小學以下的兒童 希望可擴展服務範圍 現時五歲半的漢漢 年幼時經常難入睡 一歲多參加遊戲小組playgroup 不願參與遊戲及經常哭 導師懷疑他有自閉症 自漢漢兩歲半時 其母黎女士發現他無法說出完整句子 有時弄不清你 我 到公園會好派人 如遇見陌生人士掉頭走 當時經臨 H.心理學家初步評估 懷疑橫漢有自閉症 分別轉介他到政府接受評估及排期於政府接受治療 例女士指出 漢漢於政府排期半年後 即約三歲時 經政府評定他患輕道止閉症 涉及輕微言語、大肌肉、社交發展撤換等問題 為須在排期年半方可接受治療 因排期時間太長 他決定而指導私營機構接受治療 每月花費如五千元 漢漢稱G.於一年後有改善 如參加社交小組不會哭等 直至去年 四歲半的漢漢首次度與政府合作機構接受治療及訓練 每月收費六十元 遠低於私人機構 他說,其子每月接受兩次訓練 每次參與語言治療小組 體能小組、寫字小組、社交小組等 每個小組約四十五分鐘 其間可學習物件名稱 處理情緒、訓練肌肉等 另有幼兒老師善對單根進 醫生 原讀增過度活躍自閉風險精神科專科醫生丁石全表示 中原讀增加患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 A.D.H.D.或紫閉症的風險 但目前未有證據顯示吸收多少原材會影響兒童發展遲緩 明報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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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